演员照片被当遗照有什么讲究 娱乐圈中很多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个让他们比较忌讳的问题 那就是一旦他所出演的这个角色死亡 在灵堂之上 很有可能就会用到他的照片 做成一张大大的黑白照 这样的遗照被摆在上面 虽然只是演戏 但大部分的演员都会感到非常的忌讳 但如果不做的话 又会显得他们有一些不够专业 也无法让网友真正的代入其中 为了能够抵消这些演员心中的忌讳 很多导演都会使用同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使用这些演员的遗照之前 会给他们包一个红包 想要用这份喜气将所有的晦气全部充掉 当然红包里面有多少钱 完全根据这个演员的刊位来进行决定 如果是一个流量明星又有着很多粉丝的话 那么给他包的可能得是一个几千块钱的大红包 但如果是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群众演员 和娱乐圈中的三线小明星 那么他们红包里面可能只有十几块或者是几百块钱 这样的差距虽然会让人感到有一些不公平 不过这个红包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冲洗 而且在拿到手里以后要立刻将它们花掉 不可以一直存在自己的手中 除此之外导演还能够使用其他的办法 避免这些演员心里不舒服 像是一般的人在去世以后 他们使用的照片肯定就是他们生前留下过的影像 而这些明星在剧组里面使用的照片 大多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合成得来的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直接把一张照片让剧组打成黑白的不是更加方便吗 其实这也是导演为了这些演员着想 在后期进行一照制作的时候 后期的工作人员会将这些明星脸上的五官做出一定的改变 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的差距 不过却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四向非向的感觉 比如很多的明星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照 脸部都经过了一定的调整 不是鼻子变得稍微大了一点 就是眼形有了一定的区别 使用这样的方式 这张照片既可以说是某一个明星 也可以说是一个无关的人 很多的明星在看到这样的照片以后 自然就会没有那么担心了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都拥有着自己的团队 所以在导演对他们的照片进行审核的时候 也会和团队的工作人员多商量一下 如果这个明星对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非常不满意的话 导演就会立刻将这里直接换掉 而且明星交上去的照片 不能够被直接洗成黑白的 而是要通过后期慢慢的3D还原一下 这样一来 大部分的明星就不会再想着这些事情了 毕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艺术而奋斗 但娱乐圈中也有明星的确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的照片被做成黑白的一项 哪怕只是和自己略微有一些相像都不行 所以这部分人大概会选择将类似的情节直接删去 导演一般也会满足这些演员的愿望 各位网友你们认为演员拒绝将头像当一照 是不是有些不敬业呢